我不知道這到底是否偷練過 不過可能是我們議員太累了 最近在勤跑一些行程 不過昨天昆卓更是有睡好 所以體力比較好 好第二階段就是我們的昆卓獲勝 我們現在頒獎時間 請 來獎盃 謝謝 我們獲得第二座獎盃 再放一下 我們這個獎盃做得不錯 整個殺氣又出來了 我可不可以帶回家獻給小英主席 好的 第二階段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其實在網路上有很多網友討論 包括我們之前談到 其實在這個郝龍斌跟朱立倫 兩個之前也撲拍一個廣告 大家有看到那個廣告的畫面 兩個人一起划這個 這應該是獨木舟 獨木舟 對 兩個人划獨木舟 而且也推出了這個黃金雙紫層的 這樣的一個聯合的概念 但是現在就有人問了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在台北市的這個 花風暴到底呢 現在是朱立倫 能夠把郝龍斌的這個選舉 一些劣勢給拉上來 還是反而現在朱立倫 被郝龍斌給拉下來了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導 母雞戴小雞 朱立倫拉台議員參選人 還得幫隔壁的母雞脫困 會不會太吃力啊 郝龍斌的狀況 已經成為朱立倫危機處理會議的 焦點之一 郝先生有親愛見面 我是一向要他有危機感 我不要更努力 更努力 希望不至於 前主席也是老市長的吳伯雄 都招待好龍斌要有危機意識 可見情勢險峻啊 我也相信郝市長 會把這件事情釐清 選戰大黨黃金雙紫層 主好命運共同體 但是否會被好龍斌拖累 當然列入評估範圍 考量有逼不得已切割的可能性 包括共同的願景 合拍的廣告文宣 還有聯合造勢的機會 就怕綁在一起的選戰策略 雙贏變雙輸 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的 把事情做好啊 我相信神明會 保庇做好事情的人 好龍斌不委屈 說清白人在座天在看 但能否自保都還在未定之天 花系列的風暴半徑 會不會籠罩朱立倫 選戰到最後 只能盡人是聽天命 中天新聞李政華 蘇西亞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好到底是雙贏還雙輸 我們剛剛看到其實連吳伯雄 他都出來說 真的是要請這個朱立倫 要有危機意識 但是很奇怪 這花風暴明一次 好龍斌這邊發生 怎麼會要這個朱立倫有危機意識 我們先請這個昆辰哥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不光只是吳伯雄要出來 我看好龍斌連那個神明 都請出來了 對對對 而且連他的爸爸好妹妹 這個已經高齡90歲的 這個好將軍 都已經出來了 就可見說這個好龍斌 他的這個選情有多危險 那本來就是這個 台北市跟新北市 他本來其實就是一個 命運是共同體啦 是一個雙子城 那所以說 不管是那個雙城奇謀也好 或者說這個國民黨他打出 這個所謂的黃金雙子城 其實就民進黨 還有就國民黨來講 這兩個其實 因為人民的生活 其實這個生活圈 其實都在一起 你可能去台北上班 然後回來是駐台北線 然後捷運其實很多都是共同 所以這個人民的訊息 其實都會互相的感染跟傳達的 那所以說這個 台北市這個好龍斌的這個花風暴 自然而然就會影響到這個 朱立倫的選情 那所以在這個花風暴 這個正開始這個風暴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朱立倫他也講 這個台北市政府的螺絲鬆掉了 那所以 有人就解讀說 這句話是不是就是 在跟這個好龍斌做一個切割 那當然就這個朱立倫來講說 他自己選得好好的 那本來就是跟你合拍一些廣告 然後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計畫等等 那我覺得那都是一些 電子或是平面上的一些 一些共同一些意念的一些傳達 可是他現在想一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這個好龍斌 一些花風暴的一些會影響到他 所以我其實之後很少看到說 朱立倫跟好龍斌 有所謂的共同的形成 或是說他們兩個的 那你覺得他現在是不是有點 切割的意味 他一定要做切割 他沒有做切割不行 就是說他這個能力 他沒有像就像以前王議員講 就是說以前國民黨有一個 這個馬英九 他這個拉了誰的手 誰就可以當選 現在國民黨已經沒有這一種人了 就是說這個民調可以高到說 你拉了誰的手誰就可以當選 這個馬英九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行情了 那朱立倫他自己跟這個蔡英文 其實這個民調都在伯仲之間 他自己這個民調沒有高到說 可以去幫助另外一個候選人 所以他自己要先保住自己 那所以說像吳伯雄 或是一些黨內的金普聰也好 這些操盤手也好 都會覺得說 台北市現在已經這個情況 不管你們做的民調也好 或是其他媒體所做的民調也好 現在這個蘇貞昌 已經有慢慢的 稍微有領先這個郝龍斌 這在民進黨以前 在台北市選舉 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那如果這樣子 台北市很危險的話 那至少保三 一定要保住新北市 所以就這個朱立倫 這個選舉的一個策略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跟這個郝龍斌 做一個切割 那他如果沒有做切割的話 這個一定會影響到他的民調 是 不議員真的要做切割嗎 之前兩個人滑獨木舟這麼愉快 滑在滑現在 好像兩個人都沒有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怎麼看呢 是不是要做切割 還說反而現在兩個人再合作 再去創造一個雙贏 我想朱立倫的包袱 絕對不是郝龍斌 我剛剛講過 絕對是在主政的中央 他的包袱也不在周錫瑋 因為他有自己的形象 那為什麼以前他們那麼密切呢 以我影響的25年的經驗 我們選了6次25年 因為我後來又加了9個月 那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多疑的時間 記得蘇生 剛剛開始也常常到了台北線來拉票 到台北線來參加什麼活動 那現在不來了 為什麼不來了 因為選戰越來越激烈嘛 沒有時間來 根本就沒有時間來 你說朱立倫跟郝伯村 他們兩個人都有自己的行程 那怎麼可能說 他們兩個人還跟剛剛開始一樣 兩個人常常在拍那個廣告 我想這一次 所以就沒有切割 沒有切割 也沒有完全沒有影響 我想剛剛我講過那個包袱 不在郝龍斌 也不在朱立倫 是兩個人 他們各自的形象 各自的顯戰 當然有很多共同體 就是人民在上班 剛剛我們李議員講的 那是少數 那少數可能本來他們的意念 就有特定的候選人 那如果郝龍斌很危險 那支持朱立倫的人 反而會更團結 所以這一種我想影響不會很大 因為本身他們兩個人是 台北市是台北市 台北市是台北線 將來會不會影響朱立倫 還是中央的政策 還是馬英九的民調 如果馬英九民調如果能夠高一點 中央政策能夠配合一點 那整個危機的處理 能夠讓民眾安心 那我想 這是比較會影響到將來 所以議員現在 反而是小英主席 他的最大的助選員 就是馬總統 可以這麼說嗎 因為我們感覺 那個他主席當然也是非常優秀 我們不可否認 但是好像現在都是馬總統在影響 朱立倫的選舉 並不是小英主席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大家如果對執政的政府 不放心當然就會 外面我們都會聽說 要給某某人一個教訓 這真的會發酵 這真的會發酵 因為我們在聽的 這比較擔心一點 是是是 我們不擔心朱立倫 擔心說這種話會不會發酵 也不太擔心小英主席 比較擔心馬英九 不過剛剛其實 這個議員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認為現在 反而不是說有切割 他反而現在是說 這個越擔心好龍斌 反而會讓支持朱立倫更團結 當然 所以您覺得這怎麼看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好龍斌的民調 也應該要起來才對 就是說如果這樣子 這個泛藍的 其實就像這個郝伯孫出來 其實就是要凝聚這個 泛藍的那個選票 那其實在新北市 可能也是一樣 那可是剛才王議員講的 我覺得就是 馬英九的這個執政成績 的確有拖垮了這個朱立倫 其實他們兩個形象 是非常接近的一個人 他們學經歷背景 其實外界也覺得說 朱立倫未來可能是 馬英九的接班人 那如果馬英九 目前都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他的接班人 大家也會懷疑 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 那尤其這個 新北市也好 或台北市也好 未來是一個 治理能力的一個考驗 那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國民黨的好龍斌 你做成這個樣子 那也會 相對會來懷疑 這個朱立倫 你是不是 以後國民黨執政 那以後新北市 是不是會跟這個 台北市一樣 所以大家人民會懷疑 那個所謂的 治理的那個能力 就是說你到底 有沒有那個政績 那你講的東西到底 未來能不能夠實現 就大家會有一個懷疑 那個懷疑的話就是說 你或許覺得 你這個人還不錯 可是人家覺得說 你未來 你可能沒辦法做這麼多 你現在所講的那些政見 就像這個兩年前的馬英九一樣 講說準備好了 然後講說什麼 愛台12項建設 那時候很多人也是 投票給馬英九 可是大家現在檢驗說 那時候你說的都沒做到 所以相對的 人家現在也會檢驗說 這個朱立倫 他現在所提出的一些 政見政策 不管是什麼 三環三線也好 或是其他的 人家也會懷疑說 你提出了這麼多的政見 那到底你未來 有沒有那個執行力 能夠做到 這個是人民要檢影的地方 那所以說 其實對於朱立倫的考驗 以前我覺得不僅是來自馬英九而已 其實周錫瑋 或是說郝龍斌 都很像是這個朱立倫的這個背後靈 其實都會影響到 背後靈 雖然說他是一個 朱立倫是 新北市來講是一個新人 可是人家也會覺得說 幾年來台北縣 到底有沒有什麼進步啊 如果沒有進步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給國民黨執政 所以人民會有這個心理 要改變一下 不過剛剛其實你一開始 我們第一題有講到 在中間選民的部分 就您認為說 在這中間選民 你會不會也受到這一次 包括郝龍斌 這個花風暴的一些影響啊 會 因為中間選民 其實就是選人不選黨 他可能上次選國民黨 這是選民進黨 那所以這些人 是不是會比較看個人的形象 或是說他所提出的這些政見在哪裡 還有可行性怎麼樣 所以中間選民他們會看 那所以這一次這個 忠實的民調做出來 覺得說 這個蔡英文領先 這個朱立倫 在中間選民這部分 那大家也是覺得說 那是 蔡英文她的 所提出來的政見 大家比較能夠 信任說她 未來能夠做得到 或是說 大家覺得說 蔡英文的這個 從政的歷程 大家也信任她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中間的選民的部分 蔡英文領先朱立倫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說 未來其實蔡英文也是要走這一種的方式 就是說持續讓這些中間選民相見說 他說得到就是做得到 他說不到就是賣碰碰 這一點我可能要補充一下 好 因為剛剛一直講中間選民 以前民進黨都是比較隱性的 所以如果民調差不多的時候 都是民進黨可能會當選 那最近這幾年 因為就是剛剛一直在講 我們滿久對讓人民比較不放心 所以國民黨大部分現在比較隱性 所以 國民黨現在反而是變得像 之前民進黨的選民一樣 比較不敢講 比較不敢講出來 所以我認為如果有差這樣 四個百分點 那將來可能垃圾會大一點 那這一次我們真的要肯定周錫瑋 要佩服他 一個民意代表 我想你也沒有從政過 我已經從政25年 我一直重申這樣 一個民意代表能夠拿得起 放得下的 我想真的很少很少 我不敢說沒有 那周錫瑋 他建立一個很好的風範 他的民調低 所以他自己放棄自己 把這一個任務交給朱立倫 他這是有責任的 對選民的一個承諾 所以這一點 我想選民也會感動 國民黨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所以他的民調不好 他雖然罪那麼多 但是民調還是不好 所以他願意 但是其實剛剛這個 昆成哥要講一點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周錫瑋本身這樣的風範 可以說是很難得見到 很罕見的一個 就甘願自己讓出來 但是重點是說 他之前一個低民調 你覺得會不會反而是 對現在朱立倫來講 是一個包袱呢 我想不會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 將來一個很好的 一個發揮的空間 是 怎麼做 因為他做得那麼好 為什麼他的民調那麼低 當然有一些地方 朱立倫要去考慮的地方 因為周錫瑋他一直 他做了很多 但不懂得宣傳 他跟媒體還有跟地方上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結合 我譬如講 他會把重心放在他的建設上 有時候我們議員 家裡有喜事他還不會 不會想說一定要去 那以前蘇縣長 他都不去 他認為他有些公務 比這一個還重要 比去參加這種 分散喜慶還重要 所以他以公務為先 因為我請教 因為您比較資深 那如果換作是之前的那個蘇縣長 蘇縣長 他都會參加嗎 他一定都會參加 他一定會參加 他先參加這個 外面的這一塊 對 兩個不一樣的風格 其實我們常常跟他建議 說外面一定要參加 有任何的分散喜慶 有里長 有地方人士 他不參加 蘇縣長一定會參加 差別在這裡 所以民調 他說記名三文件 我來的大家就會投給我 那你不來 當然民調 怎麼沒看到那個州縣長來 可是其實州縣長是在做事 真的在做事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 不過議員我要請教 其實剛剛從剛剛您這樣講的 包括這一些關係 中央跟地方 那現在呢 您剛剛講 其實郝龍斌朱立倫兩個呢 現在是應該還是要繼續合作 事實上他們也是繼續在合作 但是現在 這馬總統 馬總統還是要 要不要繼續替他們做宣傳 還要不要替他們繼續在站台呢 你覺得 當然 當然如果當總統是執政的黨員啊 不站台也會感覺很奇怪 那就再一半 不要太用力 在最重要最關鍵的時候 我想會出來 喔 就現在先不要出來 對對對 我們就先把一些事情處理好嗎 像現在颱風來了啊 要把那些災難先處理好了啊 那才有時間出來站台嘛 或是說把這個颱風的一些部分 先過去了以後 再來站台 也許好的這個政績 再來幫忙站台才是有好 這是重新來過嘛 好這個我們到底呢 這個郝龍斌跟朱立倫呢 這雙方現在是 可以說呢 是要切割清楚 還是說 其實兩個人還是互相合作 創造雙贏喔 這是呢 這個也要請網友了嘛 或是說觀眾來自己 來這個做一個自由行政 不過呢 這第三場 五都群俠拳擊賽 現在開始 第四戰第三戰開始囉 一開始小鷹就出猛拳了 出猛拳了 哇出了好幾個猛拳 剩下66千啦 衝啦 他跟你小心腰喔 腰要小心一點 哇 欸每一拳都中耶 那真的是小鷹附身嗎 微笑攻擊 唉唷小燕 一邊笑一邊出拳 哇 又擊倒了 欸這個也會這麼快 右勾拳還蠻有力的 我還擺POSE喔 欸 好好好 哇 還有很多體力 還有很多體力 沒關係 再來 我們警員大哥沒關係 還有很多體力 還有很多體力 哇 再來子彈的攻擊 攻擊攻擊攻擊 哇每一拳都中的 哇 又擊倒了 2 3 4 5 6 7 8 9 10 哇 第三戰是小鷹獲勝